我们在这个世界经历的苦难 既痛苦也难以理解 究竟苦难如何让我们得着上帝的应许和盼望 以塞亚书五十三章四至五节 这样对我们说 他诚言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他受扎罚 被上帝击打苦待了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业压伤 因他受的认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变伤 我们得医治 人生充满着大大小小的苦难 有一些是因为自然灾害 造成整个社区蒙受生命财产的损失 很多人都陷入忧伤和仇负之中 而有一些是出自人类的罪恶 对世界造成心愿的影响 还有一些是因为个人的因素 影响个人或者家庭 当这些苦难来到的时候 我们也会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很想极力理解苦难 以及为什么会发生 在《圣经约伯记》描述了 约伯遭受极大的苦难 当你读到第38章 看到上帝终于打破沉默的时候 相信你都会很期待 在人类为什么受苦的问题上 得到明确的答案 但是相反 故事就来了一个大转折 上帝并没有给弱伯任何的答案 只是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其实这些都是科学的问题 涵盖着动物学、天文学 以及气象学的领域 是显示了 上帝对所有的受造物 是拥有绝对的主权 若伯记在全能的上帝面前 啞口无言 他很想知道为什么 但是上帝的回应却是 告诉他他是谁 在这里让我们明白到 如果上帝能够以这么奇妙 莫测的方式去管理宇宙的话 这样即使在生命中的傲辟 令我们不明白或者困惑也好 我们仍然可以信靠他的慈爱和智慧 神龙愿你们平安 不要眼泪再流淌 安慰知识苦痛困难无用嫁妆 耶稣似我们平安 他爱被世人传告 只有信靠主一生弃罪我 虽然我们并不知道 未来上帝会为我们 或者为我们正面对苦难的至亲 做些什么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是可以传言信靠主 各位朋友 当你面对苦难又不知为什么的时候 要请你去看《约百记》 由三十八章开始看最后的几章 你就会发现 你这位上帝是多么信实 而他是我们一生终极的安慰者 神龙愿你们平安 神龙愿你们平安 伤痛困困惑身难党 相信提失苦慰 定能了知痛错 耶稣似我们平安 他爱带领你船窝 只要信靠主低谷再得过 无论遇上风相飞雪旁面 还是路途京急颠簸斗战 耐心根求主的应许兑现 慈爱与触风未变迁 沿路跌碰多番经历思念 仍是面前不管多番挑战 凭直信从谦卑感人的心 满法光线 以塞亚书五十三章四至五节 这样对我们说 他诚言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他受扎罚 被上帝击打苦待了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业压伤 因他受的认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变伤 我们得医治 此后永生恩典 于冠冕 好多谢你收看 由灵命日良事工制作 每月主题信息分享 邀请你可以继续收看 我们就这个月的主题 为你简选四篇的专题分享 盼望当中的内容 以及诗歌 能够帮助并鼓励你 在上帝里面重申得力 愿上帝赐福如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